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说我没有站立 我秀一下我的手腕给大家看 我的手腕这边看到有开照 那一天我知道 卷起袖子在镜头前 秀出自己两年前在立法院跟绿营起冲突所留下的伤疤 要证明自己替国民党的冲锋战力 税制的改革或者税务行政 我敢吹牛 那么多年的立委没有人超过我 对自己在立法院的成果很有信心 面对党内喊出世代交替 费洪泰似乎想用行动证明 由于挑战费洪泰立委席次的台北市议员 徐晓星也动作评评 这个后面有就是包括我 我收到的那个检察官的那个议文 傅北检告发陈宗燕涉摄滩 甚至还写了公开信说 秦慧珠当年也挑战过费洪泰 徐晓星也用行动证明战力 甚至捐出二十万给松信党部而另一头 找来前总统马英九来到台北车站 同样二零二次游易会军国会的 前台北市议员罗志强 不只送暖发便当给街友 不过面对青壮世代来势汹汹 传出近来国民党拟设大局条款 优先提名现任 罗志强表示大局条款对现任议员不公 而且强的人也不用被保障 似乎对于要跟他竞争大安区的立委 党籍议员钟佩军没在客气 202次选战不止总统立委 也引发蓝营党内风暴 华世纪玲与李宏杰晨之学台报道